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部分介绍的是 最大概是估计量的求法 这个题目是海洋大学应用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那是英文出题 我们先给各位同学做一个题目的解说 现在Y1到YN 这些的话全部都是Random Sample 就是随机的一个 这个波努力的Random Variable With PDF PDF指的是几率密度函数 这个D的话指的是Density Function 那么Define as Follow 就是定义如下 F的话是这样的定义的 这是Density Function 现在P我们也说明了 这当然是在1跟0之间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 Likelihood Function 它也告诉我们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盖茨函数是怎么定义的呢 是这么多的Density Function的相乘 这个字的是Pi的意思 就是指的是连乘机 那现在题目要我们怎么做呢 Determinate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这是最大盖茨估计量 P这个加了一个Tutor 上面的话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估计量 谁的估计量呢 of the parameter P P就是这个数字的估计量 现在我们就照着我们的 一个固定的流程来做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盖茨函数是 所有的Density Function的相乘 那么我们就写出来 盖茨函数叫做L 这是跟P有关系 跟Y1 Y2有关系 我们就先写成P好了 因为等一下 我们以P为主 这个是第一个就是 P的Yi 那我们就是从1到N 所以我们这边是有Y1 Y2一直乘 乘到哪里呢 乘到Y的N次方 后面还要乘 这个我们把相同的先写出来 这里是1-P的话呢 第一个是1-Y1 第二个是1-Y2 当然我们不能够每一个都写 这边是1-P 这边是1-Y的 YN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怎么样的动作呢 合并起来写 并在一起 这边的话呢 因为底数都相同 那么就是指数相加 P的几次方呢 Y1一直到YN 合在一起 我们用一个Sigma来表示 那么这边的话呢 因为字很小 所以我们就省略了 这边Yi指的就是 由I等于1到N 那这边呢 这也是底数相同 那么指数是不是也是相加 1有几个 有N个 所以我们这边写的是N个 这边减掉什么 全部的相加在一起 那么就是Sigma Yi 好 现在这个L 这个就是所谓的 Likelihood function 已经写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寻求它的 相对的极大值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有指数 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有一个技巧 就是取对数 现在我们对它取对数 取对数有什么好处呢 取对数是 可以把这个四方的 移到前面去 相乘的 可以拉开 变成相加 所以我们取完对数的话 我就这边就直接 就丢到前面了 Sigma Yi 再乘上什么呢 Ln P 这取对数 取来完对数 那这个是相乘的 就变成相加 这个也可以一样 扔到前面去 所以是 N减掉 Sigma Yi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Ln Log 什么呢 E-P 做好了这个之后 我们现在 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寻求它的 最大值 那么 对它 当然是 为分 以P为变数 对它来为分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 这个跟P 没有关系 Log P的为分是什么 P分之 Sigma Yi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为分 这边是照超 本来是 应该是加的 可是这边的话 为分会变成 E-P 根据连锁率 还会释出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这边 我就直接写了 这边写的话 这边是 E-P 这上面就是 N减掉 Sigma Yi 现在我要做的 什么动作呢 我要令它等于0 令它等于0 的目的是要寻求 相对的 这个Critical Point 找到它的 一个 极值 发生的可能的位置 那么 我们现在继续计算 现在用的是 通分的方式 E-P 乘上 Sigma Yi 现在的话呢 这边是 E-P 在乘开来 所以是 在减掉 NP 再加上 P乘上 Sigma Yi 这个 我们要求等于0 好 我们再继续把它 乘开 P Sigma Yi 减掉 NP 再加上 P Sigma Yi 等于0 现在我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这里 这两个一样的 一正一负 所以我们得到了 什么结果 来解除P P 这就是我们的 相对的 这个叫做 Critical Point P就等于 多少呢 P就等于 上面是 Sigma Yi 这是 N分之 Sigma Yi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刚好 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 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 就是我们的 最 大概是 估计量吗 还没有 因为它虽然是极值 我们还不肯定 说它是高点 还是低点 那么我们要确认 高点或低点的话 还要再做一个动作 就是用 二阶导数判别法 来判断 如果二阶导数判别法 它做出来结果 是负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肯定的说 它是相对高点了 因为负的 就是一个下凹的状况 来 我们继续做下去 现在准备做 两次的维分 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 一次的维分了 现在我们对这个 再来做一次维分 对P维分 好 看看 这个对P维分 是多少呢 这个P的话 因为这是P的 负1次方 所以P负1的次方 就变成了 负1提到前面去 然后就变成负2 所以是负的P平方 上面继续留着 SigmaYi 然后再来 再加上 这个 这里是减的 可是这里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负1次方 负负得正 然后又再加上一个负号 来 我们写下去 这是 N减掉SigmaYi 这边是 1减掉P的 平方 那后面 还有再多一个负1 那么在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地方来说 SigmaYi 我们如果把它带下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来说 都是全部都是负的 这是全部都是负的 我们以PTUTA 把它带下去 那么这个的结果的话呢 是小于0的 两次微分 小于0 它的什么意义呢 它代表的是一个 下凹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这个 PTUTA这个点 它有了水平切线 就是微分等于0 它又有了下凹 两次导数 是小于0 所以它就是一个 相对的一个高点 那么现在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一个结论 PTUTA是多少 of the parameter P呢 它的最大概是估计量 是等于 N分之 SigmaYi 没有问题 这里是 I等于1到N 那么我们就求出了 这样的结果 接着